原本的水位这边的话 起码有七八十公分嘛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水位 水上乐园竟然缺水 业者心急如焚 这家位于大陆浙江湖州的水乐园 是建在自然水库内 经营了五六年之久 结果水上漂流 细水闯关平台统统不能玩 原因竟然是因为乐园里的水消失了 8月5号 8月6号 就是急剧下降 每天再下降三四十公分 其中有一天就下降了一米 最深的地方原本有六七公尺 如今变成小水塘 还有一片直接成了草地 不得不停止营业 游客退单金额高达新台币 两千一百万元 员工也面临失业 他们在水库上面 用了这种就是娱乐项目 这个东西对水库化体有影响 因为是增加了水库的压水面的压力 当地政府回应是因为该水库老旧 水位不能太高 加上供水政策 要优先以水稻灌溉为主 因此原本今年也是多雨的浙江 理当不缺水 但业者恐怕也只能认赔 坐在清凉水池 死人一桌搓起麻将 有别于湖州水乐园面临缺水之苦 四川成都一家业者 直接推出水上麻将 吸引热州麻将的当地民众 娱乐纳粮两不悟 实际上成都今年受热浪袭击 高温天气已经比往年提前到了4月 13号更出现了38.6度的高温 创下今年气温新高 另外大陆国家气候中心统计 今年7月中到8月中 平均气温创历史同期最高 有66个气象站突破历史极值 其中浙江义乌达到了42.8度 因此炎炎夏日也带动了细水消暑商机 TVBS新闻 肖明镇蔡宜洁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